深深, 又到農曆新年了 你知不知道今年是十二生肖中的什么年呢 哈哈, 春年之后没暑年了 Daddy, 为什么没有大红猫年呢 是不是因为以前大红猫不存在呢 傻猫来的, 我们大红猫家族 在八百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 是我们大红猫姐 其实早在文字产生初期 中国人就已经对我们的祖先有各种的记载和要发了 是啊, 书经里面叫大红猫为皮 巫师叫我们做白碑 和眉山寺里面叫我们皮丘 寿经叫我们做鸽 李时珍的叛草歌目就叫我们莫了 熊熊, 我还知道历史上大红猫 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的长江, 黄河, 珠江三角洲流域 和附近的东南亚地区 现在就只存在在中国的四川省 陕西省和甘肃省的竹林里面 所以我们是中国的国宝来的 既然是国宝, 应该十二生肖的没有我们的地方 十二生肖的故事都有很多版本 我听说是因为选生肖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没有去参加生肖渡河大赛 蛤? 为什么不去? 因为像你这样, 懒了, 快点动啊 不是, 一定是因为我们超凡脱俗 超脱生肖之流 哎呀, 说了这么久 我原来都不记得和我们的朋友们拜个年 祝各位小年, 行台湾, 恭喜! 恭喜!